不知道在你们的心目中,中国有哪位人物,在你们的心中是最巨大的? 想必很多人会说到毛主席,或者是连毛主席都敬重的秦始皇。 当然这两位确实是对中国的尽限相当大,尤其是毛主席。 然则外国人的眼中,却有不一样的懂得。 我国的这位人物,在环球最具影响力的排行榜棒边排名第五,而他的后面是释迦牟尼。 假如光是给思想家排名的话,那他已经在美国的排行榜中,位列榜首了。 不但云云,在美国的最高法院上都有他的雕像。 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能猜出他是我们国家的孔圣人。 这一生的最大成就,当然是他的儒学。 特别是从汉武帝时期开始,儒学成为中国最主流的学术派。 那么什么是儒学呢? 事实上,归根结底,他主张绝对和平。 这不仅限于人民之间的互不侵犯,甚至是互相帮助。 世界上的每个人,都达到了他们自己的孝道程度。 当然,小编的水平不足以解释儒家的本质。 但真正渴望的是这种普遍和谐的状态。 尽管这种情况,至今还没有实现。 儒家思想仍然影响住我国近两千年的历史。 不仅如此,甚至西方国家也深受影响。 在美国最高法院,有三座雕像。 其中一座是孔子。 他代表教育事业。 他是美国唯一一个贝克在如此严肃公正的地方的中国人。 孔子的贡献,确实得到了世界的承认。 在许多西方人的认知中,虽然孔子没有真正的作品。 但他仍然是一个在人类文明上,留下了巨大异迹的伟人。 在此之前,意大利、英国等国,就已经对儒家文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。 英国传教士翻译出版了四书五经。 被认为是汉学最杰出的成就之一。 我们刚才提到的美国。 其实与这些国家相比。 儒学的研究要晚得多。 但他们仍然很尊重儒学。 虽然孔子和宗教不挨边。 然则他已经说过的己所不欲这句话,却和耶稣的理念沟通。 并且还比耶稣早了五个世纪。 以示外扬不少人都市将他和耶稣,还有释迦牟尼放在一个等级。 虽然我们现在没有看到多少儒家文化。 但只有摆脱封建统治。 我们才需要清算。 但如今,儒家文化将以更加精致的新形式,出现在中国人民和世界面前。 即使是季孔大典,也逐渐成为中国的一种高阶仪式。 小编粉饰高兴可以看到这些文化。 看到我们以前的文化。 或者说是以前的传统,能够在现在盛行起来。 因为这是一种认可。 是一种肯定。 这都是我们为之骄傲的事情。 也希望这些东西,可以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的认可。 每个人都能了解我们的文化。 看起来有问题。 这就是 对